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小胖哥 我又来跟大家录视频了 今天跟大家聊一下就是聊商标吧 接下来这段时间呢 我都会跟大家聊一下商标 首先开始呢 先点赞关注的朋友 可以获得我送出的 一份那个淘宝物会员教程 然后前面就是 现在就是我每天下午到每天晚上 都会不定时的开直播 大家可以来我直播间 可以问任何问题 因为通过微信一个个解答问题 太麻烦了 有时候问完了 这个朋友问完了 那个朋友又来问了 所以说现在呢 我也跟小胖哥也跟上潮流了 就开始在抖音开直播 如果说大家想看 想执行有任何问题的话 或者说看视频看不懂的话 可以来我直播间 就是每天下午到每天晚上 就是不定时开始直播 好了 今天就开始我们聊聊什么 就是聊我们刚才说的商标 接下来呢 我会做一些就是跟商标有关的视频 为什么要聊商标呢 很多我们知道现在做电商 在国内做电商不管做什么平台 都是要求要有商标有自检报告 对吧 有那如果说你是特殊的一些类目 还要有一些特殊的知识 或者说有专利号 很多朋友被打假了就是 都是因为什么专利啊 投诉专利投诉啊 知识产前投诉之类的 所以说我们今天就从基本的商标先给大家科普科普 这几年呢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就是商标用的越来越普及 不管是你们入住天猫也好 京东也好 或者说包括现在最火的抖音也好 你只要入住平台都需要要求有商标授钱 之前我们讲过就是很多朋友以前就是 都是自己注册商标嘛 然后注册下来一个商标可能要等一两年两三年 时间太长了 后面就很多就是搞商标的就是 推出的这些服务就是可以买商标转让商标 因为转让商标你通过购买转让的商标会 就是时间比较快 可能你注册一个要两年左右 而且还不一定下来对不对 但现在的话你可能只需要那个购买的话 可能三到六个月你就能拿到商标 而且他可以先售钱给你 你可以先开店 先开店 然后开完店了之后你再可以把它转让 现在天猫精通大部分的做法就是什么 在市场上去买商标 买完商标呢就直接它是什么 先售钱你售钱给他开旗舰店或者专营店或者专卖店 这是市场上我们见过的开店铺大部分的就是这几种类型 然后你开完店铺之后呢 等它是店铺如果下来之后 他就购买你这个商标 因为天猫有些店铺是不好 不那么好开 但是他都会给你签那个协议 一般找你买商标的人都会 找买商标的人都会签一个协议 就是说如果说商标下来 店铺过了之后呢 就会把你的商标买断 这样的话就比较方便 就先售钱后购买 就比注册来快得多 然后呢这几年呢 商标也从原来以前我们注册商标 一个商标都要1000多嘛 对吧 现在一个商标只要300来块钱 300来块钱就不贵 这也是国家就是给我们一个创业的一个优惠 直接把那个商标降到最冰点 很多人呢就说 可不可以自己提交商标注册呢 你自己提交商标注册也是可以的 但是你自己提交商标注册 的话 你自己提交商标注册的话 会比较麻烦 因为我 我说一下就是一个商标呢 从你开始有这个文字 比如说啊 苹果手机 我们就很知名的 你开始有苹果手机这两个字 你要先查检一下苹果手机 能不能注册 能不能注册注册完之后 然后他可能两三个月下寿礼书 寿礼书呢 你还要打印寿礼书等等之类的 然后过了六个月 然后初审过了之后 他会给你发一个初审通告 然后六到十二个月 会给你告诉你说这个能不能过 过完了之后 他还要公示 公示几个月之后 这个商标才能下来 那如果说遇到有意义的商标 可能会时间会更久两三年 比如说你刚好注册苹果这个商标 然后苹果公司说你这个注册苹果不行 那就会对你的商标 对你的商标提出一些意义 所以说提出意义之后 这个商标的注册时间就会更长 那就会回到我刚刚讲的就是 所以大家很乐意去购买商标 但是如果说我这里说 如果说你们不急的话 也可以建议自己注册囤着 像小胖哥现在我就囤了好多商标 应该有几百上千个商标 就囤了很多 就是平时就是在做一些售钱之类的 然后商标它也分为TM标跟R标 一般我们常见的就是一些R标 TM标以前电商平台大部分都可以支持TM标 现在京东已经跟拼多多都不支持TM标 只有天猫支持TM标 但TM标的话相对来说保证金会比较高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你们能尽早囤商标的话 可以自己囤一些商标 现在反正也不贵 你们如果说有自己有需求的话 可以自己囤一下 然后商标这一块呢 就是你们自己如果说急的话 也可以就是急着开店的话 就是去找别人售钱 售钱完了就自己买 那如果说不急的话就自己注册 就这么简单 我们可以你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品牌呢 蓝吉人跟北吉隆 蓝吉人跟北吉隆呢是做类衣的品牌 现在他们光是靠售钱这个一年都可以挣好几十个亿 听说还上市了 应该是几个亿吧 没有几十个亿那么夸张 听说还上市了 就是光卖商标租给别人 售钱就可以一年赚不少 因为这个是国家法律规定的 国家法律规定就是说你商标可以委托 委托他人生产也可以授钱给他人使用 这是有弃义性的 所以说我们如果说根基法律来走 这个是沿袭的 注册商标就你可以自己用 可以囤着可以卖 注册商标后面呢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 商标属于不可再生的资源 比如说像苹果 苹果手机 这两个字 你都后面你就不能注册了对不对 你就不能注册苹果了 你也不能注册 Apple什么之类的 所以说商标也是属于不可再生之言 一年会比一年涨价涨得多 现在注册商标最猛的就是阿里 京东 然后腾信 他们每年都注册非常非常多的商标 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有这一块的需求 一定要赶紧行动起来 不要说到时候被别人注册了 你说商标怎么不在了 比如说像阿里巴巴这个集团 他把阿里巴巴阿里妈妈阿里爷爷阿里奶奶 全部注册了 你说搞笑吧 他就是要形成一个护城 护城河就不让人家去动它 就是模仿它 一般做的大的公司都会把所有的商标 前内幕去注册 那如果说我们注册小的话 就注册几个常用的就好了 几个常用的商标就好了 好吧 那么下一期我会开始科普 跟大家科普一下 就是从第一类到第45类商标 都是干嘛的 有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 可以点赞关注加转发 有送礼物 今天最后就跟大家再聊一下就是 小胖哥有两个付费的项目 已经开始在搞了 挺靠谱的 如果你有签项目的话 可以找我 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先聊到这里了吧 拜拜